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许多的这个网友说这个最近有个新闻 说这个网路上面刊登啊 是要卖这个九万二到现场去 一会儿说二十多万 一会儿说三十多万 就有人这个去爆料了 是吧 刊登低价吸引你过来 想办法跟你说那一台车不在 在我们分店 那个车有事故有泡水 那车卖掉在您这个 从台中过来屏东的这个途中 已经卖掉了 就刚刚卖掉就这么不巧 还是您要不要看看同款车 我们有别台 我认识一下同行 他们这一招已经不屑用 他们觉得已经用烂用臭了 他们已经在想别的了好不好 可能最近才入行的 还是慢慢传传到屏东去 我不晓得 慢慢从北部往下传嘛 讲到这个 顺便讲 大约十年以前 有一阵子二手车这个市场 有对岸那边来拉人 有人来揪你知道吗 就说你有没有兴趣来 来去这个大陆那边 来坐二手车 为什么因为他们二手车最近刚开始蓬勃发展 那大陆人还不太知道二手车要怎么销售 还不会这个 所谓的话术套路都还不太会的时候 那时候 从台湾挖了一批二手车的老手 过去大陆 我那时候身边有很多同行朋友 就这边的车厂收起来 或者是本来在别人那边 这个上班卖二手车当采购 当店长的 都把台湾的工作辞掉 就被挖去大陆 二手车这行业也是有的 然后那边当然有金主嘛 就开始有一个朋友林董 他是这个跟我们这边的在地的这个各个高干 公安都熟 武警什么都没问题 都已经巧好了 有没有 这个王董要在这边开个二手车 那请您啊 从台湾过来 教导我们的这边 带我们带领我们这边的团队 怎么做二手车销售 所以我跟你讲 现在二手大陆那边卖二手车 很多他们的招数套路 很多都是台湾这边带过去的 真的啊 都是台湾这边带过去 就大概约莫10到15年之间那时候 台湾这边有一批人 有一批二手车的人真的过去 然后去那边哇爽啊 都帮你安排好了啦 住的地方晚上该去哪里 还是去看秀 看秀你知道吗 早饮啊在那走来走去上花圈 有没有 一个花圈200块给他扣下去 那边又说一个 这边又说什么 那边说过的 10个花圈 给那个98号那个 去那暗时也都给你处理好啊 你知道吗 夜总会 夜总会都筛选过的 那都要 新冠都要百七里以上的你知道吗 170以上才能在那边走秀 哦 整天一字排开 然后在那边走来走去 身上都有别的那个编号 送花圈 讲讲讲 你讲了有够多 他走完秀就会来你旁边陪你聊天 真的啦 然后就去那边交交交 我跟你讲 某一年全部都回来了 为什么 他们那边很简单嘛 你的东西他都挖到了 你钱赚的也花了 就陆陆续续 都回来了 好啦 反正就是刚好讲到这边 假价格嘛 所以这个其实去那边 他们也有这些东西啦 二手车这些套路 真的坦白说真的蛮多 都是台湾带过去的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分享啊 就是美国算是一个汽车工业大国 那我觉得像这种二手车的这个 买卖啊 跟他的这个整个生态啊 我觉得是有参考可循的 所以为什么我在五六年前我要去日本的二手车行去做考察 我想要去了解他们做二手车的方式跟他们的生态 因为我认为日本的二手车的市场生态跟他们做生意的方法 应该至少领先台湾10年以上吧 你看那以大陆来讲又在台湾的后面嘛 大陆的二手车生态差几年我不晓得 搞不好有没有追上我不知道 那至少在我五六年前去的时候 我认为日本应该还是领先的嘛 再来才是我们 可能大陆在我们后面嘛 那时候是这样 然后我去日本 所以很多人说 为什么我在做生意的方式是这样 日本服务很恐怖 我就去那边看他们怎么做 那当然你要撇除掉一些这个 风俗民情不一样嘛 日本的风俗 民情不一样嘛 所以这个我就稍微做一个 会整 所以我就找出了一个做生意的方式 所以在台湾来讲的话 我的做法 以二手车来讲算是 不要讲很先进啦 有别于其他的传统的车行 我在几年前我在做这种方式的时候 台湾没有人用这种方式 做生意的嘛 刚开始也不知道会不会成功 所以我就慢慢的 果然你看现在台湾的这个 二手车走向 真的是往 有点类似日本的这个方向去走 我现在做的还算可以嘛 那就代表当初不知道对不对 但是到现在看方向是正确的 反正就是那个啦 我们做生意的方式 就真的去日本 学来的 变速相处问题 原厂一般都是不修理 直接换掉吗 好像是 除非是他那个零件是他们可以 拆得开的 要不然一般他们都是换 外场拆开进行翻修吗 其实价钱有差啦 我觉得你外场修你还是要找到一个 比较厉害的 因为变速箱 修变速箱水也很深啦 有的变速箱店他专金什么车款 什么车系 你可能要找一些车友啊 有人去修过的那个 体验过啊 你再去 要不然那个变速箱有的会修 福特他不一定会修 VOVO 会修VOVO 不一定会修DSG 会修DSG 不一定会修别的车 所以你可能要去 做一下功课 还有一个 下一个新闻也是上个礼拜很多网友贴给我的 有一个Suzuki的 吉米不是很有名吗 就是有一个 原厂的 业务啊 说什么转单 卖吉姆尼 然后就骗了人家定金总共不知道骗了几十万 而且骗了好几个人 然后骗完之后就跑了 他说他手头很多这个 客人 吉姆尼都排到了 准备要转单 有没有人有要 有一个人就去买了一台 还没拿到车 他说我手上还有两三台 结果那个客人又想买 又跟着去买 又下了定金 结果到最后人就不见了 我觉得问题是他最后离职的时候客人去找 当然 在我们的这个 意料之中 对不对 他们的这个原厂一定是说 这个是 业务个人的行为 可是现在有个问题 当初他也是穿着公司的制服 带着公司的名牌 而且是在 你们的公司里面签约的 我觉得这一个很大的问题 你今天公司要撇除掉说是业务个人的行为 好我们遇到很多保险业啊 什么 直销啊 等等出事情 到最后公司一定就说这个是业务个人行为 他已经不是我们员工了 不干我们的事 有没有 那这样讲是 可是 问题来了 他当初跟客人在签合约 也是在营业所里面签 付定金也是在营业所里面付 我觉得这个就有一点 说不太过去 如果完全想要把这个 责任撇除掉 我是觉得有点 怪啦 那当然 站在公司的立场 当然他觉得说 这就是 业务的事情 但是我认为公司管制应该 也有疏失吧 你如果说在外面收了定金就算了 如果这个业务是去客户的家里 客长是去找客户收钱 那就算了嘛 你没有在公司 你想想看我今天我走到我们最喜欢的LV 我走进了LV 我就在你们的经销店 我买了一个手提包 结果出来 假的 LV公司 说这个业务个人行为他已经离职了 这说得过去吗 我仍在您的店里面 我买到假包 对不对 买到臭包 买到臭的 您说跟你们公司没关系 这说得过去吗 我觉得多少还是要负点责任 尽一下义务 所以这个有讲 记得汇款 要汇到公司的账号 其实以前这个事情很多 我在这个行业 这么久了 其实说实在的 什么人都有 所以我常在讲 这个东西不只是二手车 各行各业 一定都有做这个 不好的生意的人 虽然大家都说 车款都要汇到公司 这基本的 对不对 可是业务会有一些说法 不好意思这个 林大哥 因为我个人 便宜你太多了 等等的 那你这个 后面的这个 10多万 是我便宜你 折价给你的选配的钱 那这个汇进公司会被公司发现我 我优惠你太多 可能要麻烦你是帮我汇到配件商的户头 还是汇到我的户头 我来帮你处理 他有很多说法 以前我就听过 白白总说法 虽然 我要跟大家讲 虽然大家都知道 也都听说这个 钱一定要汇到公司 可是你要记得一件事情 有很多人 他可能是第一次买新车 所以他不太懂 那有些业务会讲说 因为我便宜你很多 这个外面价钱 比不到 怎么样 我怕你这个汇进公司 公司会发现 会被公司发现我优惠你太多 折价你太多 什么什么 好那你可不可以先汇到我的户头 或者说这是配件 你这个有30万的部分 是配件的钱 等等等等 可不可以这个 不要汇到公司 因为是我帮你 因为我跟讲 公司那个车没事 有没有 机子很烂 你自己去上网查 没关系我跟讲我帮你换升级什么安卓系统 上面小8核心 16核心 32核心 64 128核心 那个iPad直接线上就可以打线上游戏了 所以这个可能怕被公司发现我没有用公司的配件 你钱汇到我这边 格热纸我也要帮你换公司那个格热纸 我帮你贴的是顶级在顶级的格热纸 格热率1200% 透光度100%透光 所以这个把钱汇到我这边来 要不然被公司发现我没有用公司的格热纸 没有用公司的影音系统 不行 金庄再金庄 双金庄 4金庄 8金庄 16金庄 32金庄 7749金庄 我全部都帮你装外面的 不能被公司发现 公司硬要转 公司格热纸要转 行车记录器也要转 倒车镜头也要转 后面的站板也要转 脚踏垫也要转 影音也要转 盲点也要转 公司一转再转 要转再转 永远有各式各样的说法 让你不要把钱汇到公司去 所以这个还是要注意一下 还是要注意一下 以前还有一种为什么 网路会有神单 大家都便宜5万他可以便宜10万 这个叫做东墙补西墙 因为他前面收进来钱被他花掉了 那现在公司追钱了 客人追交车了 款要补进去了怎么办 从哪里生钱来 到网路上去po神单 这边的钱花完了 先前卖的这些车的钱被他花完 他就开始找新的人进来 这边有便宜10万的 来喽来喽 又有人 我看他那边听说 一台可以便宜10万赶快去买 又卖了一批 钱赶快补进来 先交给前面的人 反正就是用这样补 这样补 补到有一天 完了真的没有人 进场了 那你就挂了 你就 有人说 你要去找那个 业务做 很多年的 所以有些业务会特别跟你强调 我不是那种 流动性很高的 有些业务流动性很高啊 他在尼桑 卖半年 马上又跳去福特 又卖了7个月8个月 又跳去 去Infinity 卖个半年 不行再跳去Suzuki 跳来跳去跳来有这种业务有 我也认识 那几乎全 台湾 汽车品牌新车他都卖过了 有这种人嘛 住不住 他现在看哪个车要上市 可能会大卖 你知道吗他就跳过去 他就趁那坡削 削那坡而已 最近又没有新车了 哪个品牌又要出新车了 又跳过去 真的有人就这样喔 哪个新车会大卖 他就跳去 那边上班 因为业务永远都在缺 新车业务 这个行业永远都在缺人 你们可以看有些 品牌的 应征新车业务啊 他是全年都在征人的 我跟你讲 缺人是一回事 尤其是你 这种一过去 可以马上上线的 因为你已经在这个行业内 你有一些你的 老顾客 所以你要跳到我这边来 我是很欢迎的 因为我不用重新训练你 那你基本的待人接物流程 你都会了 那我一定很愿意接你啊 他就跳来跳去 一直在换 可是有些说 你看 做很久的 我跟你讲 未必喔 像这个二手车以前也常常有 跑路的啊 盘车买 一车两卖啊 二手车有时候我们在买卖 一通电话 电话中讲好就是买好了 我们有时候电话中车况讲好 这个车几年的 什么颜色的 跑几公里 什么配备 外表都没有商 车很漂亮 一手车怎么样 多少钱 80万给我啦 好80万 说好了 有没有 然后就跟你讲 客人 这个要定金 可不可以先汇个5万来 大家常做生意 5万就汇去了 然后他再打去另外一个同行 有一台什么车几年的 怎么样 那个说 我觉得在75 75好啦 客人说要定金5万 你可不可以汇一下 有没有 通常我遇到跑路都是做很久 十几年 二十年 因为他跟大家做生意已经 久了嘛 大家都很信任 3万5万就汇去了 然后一台车就开出去 有的是开出去 小市老板在车 你看多少钱 我还有看到车 估完 这倍子了吧 好那我跟客人瞧一下 那这个 讲好了 那这个我们一点一半 车我等一下再开来给你 他就开去 又去估第二间 然后到最后就是一间 车行拿到车 一间车行拿到资料 然后人就不见 他收两边钱 在他跑路之前 他就同行这样收过来一圈 他就跑了 一定都高级车 比较多都高级 因为高级车 削比较多嘛 一台一两百万那种 比较好削 削个十台就一两千万的 反正就想削一圈 很多啦 以前那样削一圈 就跑了 直接跑大陆啊 海底拉 我以为你知道吗 你根本轻易摸山 真的啦用这种方式 所以你说做越久的 越安全 其实坦白说啦 站到我立场 我觉得也不太一定 一个拿资料 一个拿车 最后谁可以拿好车 很多都是那个啊 瞧一瞧啊 一个人撩一半 不然怎么 变合体金刚嘛 你有资料我有车 合在一起 一起弄 大家撩少一点 都把是瞧一瞧而已啊 没有啦我们也是蛮注意的啦 也是蛮小心的啦 我还是有一些比较常在 合作常在配合的同行 也是真的 钱就这样会来会去 可是 说实在的 他如果是最后一次 要跑路之前弄我 我也是会被弄啊 人家有没有可能被我弄有可能 哪一天我要跑路 我也是先弄一下 对不对 大家一样啊 大家的几率是相同的 所以大家买新车要也是要 注意 好不好要小心 高里车的家乡车不收 跟进行车概念一样 对啊我就是有一个标准啦 我跟大家分享 今天好像有一台2016年的 不好意思我有点忘了 好像是Lazos的 67年78年这样的车子 然后跑了15万公里 然后我就跟他说这我没有收 他就说是怎样 超过10万公里就不收 还是怎样 我说其实也没有一定说是几公里不收 他没有一定的答案嘛 那我觉得一台Lazos 15年16年 跑了15万公里 我觉得 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吸引力嘛 对不对 我买Lazos 我当然买早的 你如果今天你是08年09年10年 跑15万公里 我觉得还OK 可是你是16年 才6年你跑15万公里 对不对 一台Lazos的车 弄得好像在跑业务一样 也不是说开Lazos 跑业务不能开Lazos 只是我站在买家的立场 我会觉得 我是不想买 对要看厂牌嘛 如果今天他是一台Artist 我还觉得合理一点 今天他如果是一台Civic 可能还合理一点 所以他没有一定的答案 也有一些 粉丝讯息会问我 说他到底要怎样才高 我说其实没有一定的答案 真的要看车款车种 还有他现在的残值 如果说这台车残值 已经剩下 十几万了 那他跑15万公里有差吗 可是他的残值 如果还要六七十万七八十万 他跑15万我就觉得 我就有七八十万要买车 我干嘛去买一台16年跑15万的 没有一定的答案 一切就是看我的经验跟感觉 我坦白话讲就是这样 最后一个 还有最后一个 我今天打迪赛 你能打那么多 这个 比较短 常常也会遇到这问题 我在这边也顺便 宣导一下 就是 有些他可能会问说 小诗哥 这个我有一台车想要估 我9月想要卖 可不可以帮我估一下 这个是这样 其实二手车 虽然不比股票 每天都在变动 可是现在8月初 你叫我估9月价钱 我真的没办法估 然后呢 他跟我问的时候说 那你可不可以估9月价格 那我可能打算明年2月卖 那你明年2月卖 你就在卖之前再估就好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 你要估一台车 你如果跟外面车厂讲说 你9月才要卖 你2月才要卖 没有人要跟你报价 因为我不知道明年2月是什么状况 我也没办法预测 真的没有人可以预测啦 通常也不太会理你 因为你 我现在跟你报高也没用 报低也没用 没有意义嘛 对不对 那就很像说 很像你在跟你 女朋友讲说 明年2月我要娶你 一定娶得到吗 中间不知道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要卖车就是 你在卖车前 一周吧 我觉得 你前面一周再来问再来估来得及 因为那快快的 对因为我不知道会什么状况 搞不好那时候我们已经 升旗升 全红色的那面旗 对吧 也不一定啊 那知道是怎样 开抗旁边坐谁都没办法预测 不要说明年2月 9月真的也没办法啦 就像我常常在讲 小姐现在报8000 你说啊太贵 我等你5000的时候 你等3年后他还是8000吗 对不对 不一定嘛 3年后8000换你不要了 有没有可能 我的意思是真的没办法预测啦 好不好 这跟大家讲一下 台湾行动周边 领导品牌 大家兄弟要出来招调 干爹就是要受情绪的啊 不是 台湾行动周边领导品牌 近日推 我跟妳讲这要 还要这样摸自己 不知道要摸什么 讲话的时候 我来讲 今天 我们大家出来 是不是 不知道哪里养 要一直摸身体 主要好就好了 二败了啦 近日推出 AAL 什么 C05 成为主打英职的 AL系列的 第二款无线耳机 使用了高阶耳机上 比较常见的 什么震 波震 一个精一个皮 波震膜扬声器 获得更清晰的音场 也通过 IPX4的 防水认证 日常使用 更加安心 独特的 钻石切割 外形设计 哎什么老花 应受洗你啦 那你应受洗啦 后面应该大大自爆 是大自爆 你这小自爆 充电盒上面的指示灯会依据状态改变颜色 非常有科技感 续航方面 耳机本体内建 60mAh的电池 只用时长5.5个小时 哎呀那跟我 暗时处理不久5.5个小时 一次就是5.5个小时 人家说赞 我们处理就是这样 一次没有5点钟以上 没可能结束 你知道吗 充电盒则是300mAh 可以帮耳机充保3次左右 这股票比较少了 三次而已 我精彩也要5次以上 他三次我五次 如果耳机与充电盒 皆是满电的状态下 总续航可以到 22小时 日常 使用上完全没有问题 额外的AAL 切漏坏 官方建议售价 星台币 2280 哎咦咱说赞 2280 很刷 在那里面 我们说赞 280元 有 很贵的嘛 修理2000里面有这么贵的嘛 对吧 大家刚才到里面 可以看这2000几块 2000几块你出里 套个圈圈 根本也不够你套 对吧 到额外的 商店卖场搭配我们专属优惠 卷序号 听清楚哦 85折 SSCAR STWS 可以想85折优惠 8月1号到8月15而已 快去买哦 快点啦 不要硬什么 哎 现在小几块很差 出来的 阿文叫你落阵 什么 SSCAR STWS 85折呢 8月1号到8月15而已哦 需要真无线蓝牙耳机的粉丝可以考虑看看 柯P用过也觉得不错 柯P讲习 偷用 我就还没用过 柯P先用了 开包不是都我在开的吗 大家晚安 高导沙发按摩你 智能声控 动口不动手 社后不理是渣男 负责到底是暖男 轰爸买了不怕贵算盘 金爸爸 手款打开LINE 0秒开机台 AVIA モバイル周辺機器のトップブランド 大家晚安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